南部非洲臺灣同鄉會召開 第十三屆 第十二次 李堅市聯席會議 那麼駐南非副代表石成茂 參事徐永宜 喬務組長賴京成等人 都應邀出席 會中 幹部們踴躍討論會晤 會後還有餘性節目 讓鄉親們歡度快樂的假日 南部非洲臺灣同鄉會 第十三屆 第十二次李堅市聯席會議 會長江振國選在距離約翰尼斯堡 南邊一百公里的綠寶石度假村舉行 當天包括駐南非副代表石成茂 參事徐永宜 秘書索傑 以及新抵任的喬務組長賴京成 都前來參與 這次的李堅市聯席會 也是二零一七年第一次的李堅市會議 會中討論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辦的大型臺灣文化嘉年華會 將會長表示嘉年華會去年第一次舉辦 成果相當豐碩 吸引將近兩千人參加 因此今年將再次擴大舉行 大家踴躍討論 並規劃各項工作細節 氣氛相當熱烈 會後餘性節目精彩豐富 有國翠麻將 香氣四億的現烤牛羊排 還有各種特色臺灣小吃 現場鄉親們一邊享用美食 一邊歡唱耳熟能詳的國台語歌曲 熱絡交流 共度 歡樂 難忘的假日 給我加油 給我彼胸 給我彼胖 給我彼胖在盛中 臺灣宏觀電視蘇展慶 南非約翰尼斯堡 採訪報導 剛剛好 最後只能放鬆